你作为马来西亚的第一颗钻石 此地现在就在马来西亚 那请问你当初选择要相信凯莉 这个原因是什么 帮我分享一下 掌声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 然后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 爱你 有你真好 我爱凯莉 这个站在这里的心情非常激动 首先我要感谢凯莉公司 感谢郭老师 感谢我们推荐的文传 我是说当我还没有遇到凯莉的平台之前 在我人生当中 几年前我是我人生最低迷最挑战的时刻 面对经济的困难 反而在十几岁上天给了我两个可爱的宝宝 你说一个在做四万五的人 在面对经济的困难之下 又有了两个宝宝 人说上有老下有小的心情会怎么样 我和我的先生两个人非常的努力 但是都一直无法得到自己要的结果 我感恩上天非常很爱我们 在我们最迷茫的时候 让我遇见了凯莉 因为在几年前 我人生最挑战的时候呢 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会跟宇宙沟通 我内心当中 我希望一个国乐来带领我 我只能够祈祷 我不知道什么出现 就在2021年有一句话这么说 一个人的生活品质的改变 源于他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 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2021年3月中 我的先生在Facebook 看见了我的领导郎传 在Facebook官宣做凯莉 就是这一个资讯 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是我们足够的联系 当时因为基于对我的领导的相信 我相信他在独到的眼光 后来我们两夫妻 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上网去查询凯莉的背景 当我们看到凯莉背景 如此的有实力呢 我们选择相信 所以呢 就今天成就正在台上的我 非常感谢啊 选择了相信 简单的相信 谁相信相信在利益 每位伙伴 相信台语 那作为 马来西亚的第一个 你创造五千人的坦贝 相信你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的挑战 是什么样的信念 一直支持你 直到成功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首先我定位我自己 我一定要在凯莉成为钻石 我一定要我心爱的家人 在生活平质 能够改变 因为我受够了 我不想一直这样下去 然后呢 我提起了勇气 因为改变需要勇气 尤其即将要五十岁的人 要做出改变的话呢 的确不容易 后来我自己深思 如果我不改变的话 两年后我会到哪里 那我给我自己多一次的机会 我说过去不代表未来 只要这一次的机会 我成功了 那我这样的命令 就因此而改变了 所以呢 这是我第一 改变需要勇气 再来呢 我很感恩 我跟对了领导 虽然我人在马来西亚 我的领导在加拿大这么远 他如何来带领我呢 距离不是问题 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心 在一起 那个才是重要 我的领导常常给予我心法的教导 他不断的给予我祝福 给予我加持 当然在开市场所谈到 我必须靠自己 但是他的心法的教导呢 让我面对任何困难和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会往内看 我会不断的去反思 去改变我自己 那第三呢 我觉得 身为一个领导人 必须要担当 和拿起这个责任 我虽然人力不是非常的优秀 但是呢 只要来找我的伙伴呢 我就会帮助他们 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今天早上在郭国老师的课程当中 他说领导人要的领导力 我想 哦 原来这两年 我已经在学习在做到了 但是这两年中的过程当中 我很感恩上天 给我这个机会 虽然在这个位置当中 不容易当 但是我愿意接受 因为呢 这是让我提升我的 能够让我成长最快的方法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不断不断的 看见我自己的价值 在座的朋友 优秀的你们 今天一个普通的宝妈 也能够站在这个国际的舞台 我相信优秀的你们 凯莉的钻石大门 带着你们 在这里呢 祝福大家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选择 凯莉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 能够让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 在此祝福大家 我爱你们 好的 谢谢这位朋友 给他一掌声 再一掌声 谢谢